因為高僧故意,去古南溪也有,邊南溪也有 聽說資本溪也有,真的是台灣特產 而且他是經過這麼多年的演化 他有辦法抵抗颱風、洪水的侵襲 歷經百戰,他還有辦法存活一隻繁殖 這個就是有他的生存之道 以前在英雅郭文貴那個地方看那個 英雅郭文貴的鮭魚 體型是不小隻,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都人人一隻,偶爾只看到一隻 這一邊是看到一群一群這樣,感覺不一樣 那高僧故意,核是怎樣 你從這樣看過來,你可以看到四、五十公尊的不少條 從這樣,那個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 魚滾滾的,很多 像這樣的一個東西,就是藉由我們這邊可以看的大方 這個是一次的,一次殺王 你看 好大隻的喔 阿里面這一次,對那個比較積留的地方下手,你看 大小就不一樣了,你看看到 你看 你看 有追星 這隻多重 這是母的 這個二十二公分 他的身體長 這樣的話大概二十六公分 那如果包括全長,包括尾差的話 大概三十三十二、三十三公分 他是繁殖棋,所以說有婚姻色 有婚姻色 紅色、白色 有時候會藍色,都會出現 OK,對不起 這隻是羹啊 那個 胡大傑 胡老師他說他有帶生薑了 抱歉 開始,我坐好了,這上面 二十七吧 哼 我把你先進去 我先進去 哇,這是我抓到了 嗯 好 internationale attitude 那個 你 以前這個 要掌畫 楊公主 現政府都還沒有保育的充 乙太多了 真的乙太多了 可是以前的那麼多 現在呢 嫌得下雨 這個沒有了 要到深山 太大了 噢那個巴巴水 你看他垂 亞太大了 那個水 為什麼沒有雨 這一段一直袁生到 然後海邊根本哪裡有生潭 沒有啦 都是平的嘛 那種高森固魚還有那個河獅 他們很喜歡在有那種生潭的啦 現在的河水都很濁 哪裡會有東西 哪裡會有魚 也沒有河潮 那個潮啦 什麼西蟲都沒有 現在你看多久了 那個水都沒有現金啦 還有那個神話傳說布隆族也是有啊 大風水 有有有 泰雅族也有啊 都有啦 落雅翻桌啊 落雅翻桌 我想要去找啦 不是翻 翻我是翻桌啊 翻了 翻了啊 真的翻了喔 我從小就知道魚很多啊 甚至還有那個什麼 毛蟹 自從有染沙罷了 毛蟹沒有辦法上來 八八水加之後 整個河道變冷 全部都變馬拉斯嘛 沒有什麼石頭 沒有什麼 連一條魚都沒有 那你們呼吸還是照常呼啦 照常呼吸 那也不讓人家掉啦 是嗎 不讓人家啊 因為 也沒有魚啦 去年 八八水災之前啦 這魚這樣 哇 很清楚耶 很大尾 很大隻 從上面看一下 一清二楚 每個人都來參參觀 幾乎天天都有人啦 但是七年 八八 毛蟹克颱風了 水噴著 幾乎到現在沒有看到魚 都沒看到 八八水災 他從那個第三命之后 我們看不到那個之后 水淹沒到上面 可以拍打到那個橋墩的地方 他往上有辦法一流到 那個公路的那個路面 橋面上 那時候那個 水裡面含沙量太多 含氧量低 所以那個魚都是往那個岸上跳 等於是自殺行為啦 我沒辦法呼吸啦 我就沒辦法 他就往上跳 池上水利會議 黃坤河主任在和我談話時 看見一條魚跳上沙洲 這是它在八八水災發生七個月以來 第一次在溪中看到魚 您一定知道北極熊在全球暖化下 瀕臨滅絕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高僧固瑜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在北楠西是如此 南紫千禧也是如此 達纳一谷更是如此 作為台灣第一批環境難民的他們 更需要大家的關懷以照顧 因為他們的處境 可能就是我們的未來 但是又是我的 解決可以 解決 每個人都會失去